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 繼續是我梁思韻 還有何志光 你好 在我們2019年的區議會11月24日選舉完之後 那一天創了我們的創舉 直播足其實我們做了百個多小時 真正的直播有五個小時 很厲害 我們大約數過跟不同的平台一起去播的時候 差不多有八千的粉絲一起 最高峰的時候和我們一起去排隊 一起去見證區選的歷史時刻 大家都知道這次的結果 令到各方人都很驚訝 都補一補數 雖然大家都知道 建制在452個區的位置 只得到59席 而其中黃大仙和大埔 一個二席都沒有 其實我比較驚訝 黃大仙是25席裏面 一直都拿不回來的 另外其他區 18個區大家都知道 就沒辦法守得住 我們的應該是區議會 無論是主席或者是副主席 我估計未來應該都守不到位置 令到大家都很沉重 而在這個沉重裏面 我們今天就要揭開一些迷思 所說的區議會選舉結果的一些迷思 因為在大家這麼悲痛的時候 在無論是WhatsApp 在很多不同的群組裏面 就瘋傳了幾件事 我也想大家去看看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廢票的問題 其中 韓超光你有沒有收到一個WhatsApp 他不停地瘋傳說 現在原來我們投票的人 本身有290多萬人投票 294 是的294 結果不知為何他有資料出來 他就說他能數到數 結果只剩120多萬票 原來廢票有160萬 真的很嚴重 我親自上過 政府的區議會選舉的網站去看 因為他很清楚列明 譬如說A01 許智峯對黃宗衛有多少票 我親自上去數過 應該最尾我們是有效的票 就是 不好意思等等 我讀一讀 而一共有效的票 應該是2931755 這個是我自己親身去數 大家也可以不妨去數一下 廢票結果是12097張 12張多不多 聽下去很多 其實12張對比294萬 是很少的 是的 因為我們有452個區 其實每個區只有20多張 反而我以前聽過黃毓民 搞過廢票運動 當時超級區議會第一屆 在2012年 2012年通過政改 2012年去搞廢票運動 是不止一萬票 幾萬票 當時總體投票的數字 不會294萬這麼多 那時候應該只有二百萬票 那他有弄了幾萬票 這些廢票 那時候很厲害的了 那他搞廢票運動 有幾萬票 其實這次是一個 廢票這麼少 是很驚訝的 因為 為什麼那些選民 不會有一些 你可以不滿政府 我不投民間聯 死人林鄭做得衰 我不投他 但我也不投那一集 紅暴徒 他搞到我塞車 你可以兩邊都不投入 投廢票的 你以往是習慣有很多人 推翻投廢票 代表一種抗議的聲音 但這次不是 他們很多人 在洪水塞爆了 在吐露港塞爆了之後 他失言覺得要支持暴動 這個是令我驚訝 你這樣失 你這麼大代價 為什麼你不會懲罰暴徒呢 你去懲罰政府的 那些暴徒真的挖爛了地下的 亦說殺了人 但是他們相信 遙傳那些殺人事件 真的那些殺人事件 他就淡忘了 這個 是我很驚訝的 為什麼你 不會中立一點 我以為會有大量廢票 你不妥 這個建制 你將林鄭 那種的不作為 入了我們 這幾個政黨 我覺得都可以的 這個都不是不合理的 那這個我們可以一會兒說 第二個迷思 再說 我們先說廢票 因為大家不停地在WhatsApp 封傳 說廢票 然後就說想寫信去 選管會 其實我想說大家 我們現在 我明白大家都很悲痛的 我都會是 是不是 何時光也是 我呢 結果我沒有睡 凌晨三四點 給了一個大約 這麼懸殊的時候 我就拒絕看了 凌晨三四點 我開始拒絕看新聞 最後 很不想面對之後 去到晚上六點半 我才給自己看新聞 然後我家人打算 中途開電視 不准開 喂 開什麼 我不准看 我想靜一下 這樣 我是有十幾個小時 面對 那我想現在 我想很多觀眾 跟何志光 當時的心情都一樣 不想看 不想知道 所以大家很多人就在這裡說 喂 是不是本身點票 有很多黃絲 或者是很多的職員 是有問題 會搞到那些票 有些風傳就說 會不會是將本身投給建制的 那張票就放進去 給反對派 其實我也想和大家說一下 監票的運作 其實在一個票站 大家雙方都會找一些監票員出來 大家都金睜火眼看著每一張票 而其實本身出了那個結果之後 基本上就沒有得彈工手的 所以如果當本身出來的結果有問題 其實大家都咬著不放的 大家都會叫重新點票 繼續要看每一張票 就是說那張票 本身投了投票箱之後 就真的封了盤的 封牌就封了的了 不過有人質疑就是說 有網友他做了一個投訴 他就給了真名給我 他就PM我 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因為他說你不回應他 可能我慢了回應他 可能他給了你之後 我之後才回應 因為我有些時間不想看 聽到我都很痛 是的 我都有看他 他寫了好像口供紙 我不打開名字 但是那位朋友他就說 他回到7.7 誰知道他晚上下班去投票 別人就說他把票給人拿了 我想這些個案 當然這個就是其他的遙傳 我想有一些是真的 但我不敢說全部是真的 我看了他傳過來的個案 我也有想過一件事 但雖然這件事應該很難去運作 或者發生 會不會有些子女 就找一些老一些的朋友 就拿了父母的身份證 就快點一組去投票 都不可能的 為什麼 我覺得反而就是說 例如舉例 我是一個老人家 我五六十歲的 有個二十幾歲的 去拿老人家身份證 跟著去納票 那我的點票員 看不到站在那兒很年輕 我真的要戴上口罩 我戴上口罩站過來 那如果他又找一個 老一些的朋友幫他去投票呢 那大問題是 我覺得政府 因為我們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界 有人面識別技術 有手指毛 我出入境 你們香港政府這麼低的技術 都有手指毛 為什麼選舉事務處不設置一部機 拿票的人全部 按住手指毛 就確定是那個人 我沒有人說叫你在那裏 去做任何拍攝 但是你現在換身份證 你應該有人面識技術 和手指毛 那你那個人 譬如我在大陸過關 都是對養和對手指 沒有香港這麼落後 我告訴你香港是落後 對不起 因為我每一次過關就發覺 在香港鬥手指毛 如果我看那些 特務片 如果我被人殺了 拔了手指 變成一支唇膏 我手指跟唇膏 那他每一次都拿個唇膏開 在那裏印就過得到 是不是 那大陸是否先進過你 那你為什麼領票 不可以用人面識的技術 和手指毛對應 那就保證不會有人 冒領選票 因為你保持低科技 就保持一個 出作弊的可能性 OK 你把票落了個票箱 你就說這個就是封了牌 我相信你是封了牌 領票的時候有沒有出事 現在不排除一個行政人員 你說找個差不多樣的 怎樣差不多樣 如果你們那些選務人員 是有意為之 給那些差不多樣的人過骨 那是不是你們有問題呢 原來別人領票的時候 哎呀 好過阿伯 怎樣都有些特徵不同的嘛 那你要用人手去做這個認特徵 已經是很低科技 是不是 你說要選舉聯結 你不肯用科技去盜絕 這個作弊的可能性嘛 那這個就製造了一個問題 我們就質疑選舉事務處會不會領票的時候出事 那我們這個現在暫時是成立的 因為你們低科技 那還有就是 都有人說過 他去到的時候 他的名字被人畫了 其實這些 都會有一些叫搜紋不知悟的問題 出現現在這些這麼重要的東西 我現在是一個低科技 如果我是一個電腦 毛子化的系統 這個人 我指紋記型 再加面容識別 再加上可能人手要畫的三種東西 我這樣不想人手畫 每一個扔了手指毛的人 和人面識別的人 那個系統就自動帶一張票給他 他用那個系統給他 他用那個系統給他 我弄了一個保密箱 你進去 好像過海關一樣 你把我的樣子 把我的手指 那個系統就自動騙了 那張選票出來 或者遞的選票出來 那他就接那張選票 就不是人手的可能性 你又怕他人手遞的時候 會不會選擇人員 是不是 就是你們 大陸為什麼可以 這麼狠引用高科技的時候 你香港政府你不引用啊 還是你林鄭合得意不想引用 去製造這個情況啊 之前我當你投了票 是真的封盤 你是廉潔 投票前 你幾拉肚子 周街連龍場 建制派那些 那些 我講了一些話 但你事實上是不公平的 我建派的樣子都沒有周街擺 其他那些 那些 候選人 就是他們對家的 就是破壞派的 他們 誰碰他張之旗啊 整爛他之旗啊 幾個蒙面出來打他 是不是啊 哪有哪間店以前很貼 建制派的海報 現在沒有人肯貼啦 是不是我很早已經說 我選之前一個禮拜我改口 投吧 這樣 因為沒有人肯 聽我說停過選舉嘛 那我就說 投吧 這個也是 何志光也帶出了第二個迷思 就是 大家都是說 今次的選舉是 極不公平的 這樣 那有些人就說 喂 你輸了 現在輸到貼地 只有59席 有兩個區連一直都沒有 你當然是說 別人不公平啊 那你去年的時候 大勝的時候 又不會說不公平 那但是 何志光就提出來 不是去年呢 是一個曝光率 你不可能說不公平的 如果在九龍西補選 連贏兩次 鄭詠遜和陳凱欣 大家都是找大家各自有好的商店 貼海報 那就是 基本上政府有什麼打壓 有什麼中票 你說什麼建制中票 什麼阿爺鐵票 我在那個圈裡聽了幾萬年 說阿爺有無窮鐵票 現在在黃大仙有什麼鐵票 又說別人是匪區 九龍東是匪區 一定贏的 2003年都沒有這個挫敗 但是現在告訴你 不是 不是 當那個傳媒 玩得夠厲害 那些假的信息 流傳得夠厲害 食環處配合 不肯拆連龍場 那些阿婆真的走過 看了很久 看了很久 真的 政府殺了很多人 他真的那個浮屍去殺嗎 陳彥霖去殺嗎 他真的恐嚇他媽媽 哎呀我不投了 他們破壞了我 我不想支持他們 不過呢 民建聯可能真的跟警察 合起來 真的這樣殺人 拿不透了 可能真的有很少老人家 這樣信了 那些文宣 是不是這些人不公平啊 你食環處 你為什麼不撕啊 臨選舉象星星撕 為什麼整個選舉期內 大部分時間都不撕啊 臨美做樣子啊 這些有哪一副公平啊 說真的 你們說什麼中票 什麼一加十三勝 一加十三勝如果出了事呢 可能是泛民做的 不一定是建制 現在告訴你建制哪有什麼貼票 什麼中票一加十三勝 什麼有什麼呢 是不是啊 哪裡有這些事情呢 如果有的不會輸到這樣啦 黃大仙 人口老化到這樣 是不是 不應該啦 如果有中票的 其實我那些全部都是神話 哎呀西環呢 統一配票啊 一定很準的 共產黨無敵的 他們選舉 現在 真正的選舉無敵的是肥佬黎 這個是事實 原來 我們post過那14個 參與暴動被捕的候選人啊 好像全部都贏了 是 原來暴動是可以吹票的 我想像不到啊 原來參與暴動 被人抓 是在他們的文宣之下 那些人覺得他們是英雄 反而吹到票啊 我真的想像不到 好了 那我們就下去第三個迷思 第三個迷思 就是很多人就說 就大鬧了 建制就不出來投票 大家只懂得鬧 就好像這樣 好像我們每天都這樣 每天都鬧 鬧到口水都乾 要喝水 其實原來沒有人出來投票 我給大家一些實質的數字 給大家聽 好像A08張國軍 那樣 他就 對彭家浩 當然彭家浩贏了 張國軍是一個雙鳥議員 其實他在15年 三鳥 他現在更厲害 是拿到 今次當選這個 就是彭家浩 他就拿到3289票 好了我們再下來看 不如說說彭家浩 因為彭家浩那個組織叫做維多利亞社區協會 其實是一個歸英派的象徵 就是一個港獨派 然後大家大量去淋票給他 但是這個人 不知道是什麼人 他甚至就說 他的號召就是 他贏了 會拿一些新樽 給一些義士提供就業機會 這樣反而吸到票 就是一個 變種的一個暴徒 他用港獨包裝 在一個地區事務的選舉裡面 當然 我其他地區事務政治法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現在問題是 有人 我有一個近建制的KOL 就罵張國軍做三鳥議員 你哪裏有時間做地區工作呢 然後罵他 我覺得這個是不公運的 因為張國軍有2494票 他原本多了490幾票 他其實挺厲害的 他的對加就更厲害 或者說他其實是 當區的區民是認同 張山的工作的 張山未必每次每次都親身到區 但是他有請足夠的人手 服務那個區 你說李慧琼都不會每次都下屠瓜環 總之他的助手提供足夠的服務 我覺得不應該 你在這個建制派大牌的時候 落井下城 你說他三鳥一定做不到 他請足夠的助手做到就是 我們再講一下其他 比如說九龍 我這個很想講的 就是九龍城 九龍城的邵天雄 他對曾建超 因為當年在2015年的時候 趙天雄就對莫家閑一個文協的老手 趙天雄就2670票 莫家閑就2620幾票 用幾十票之差就打了莫家閑下來 但是今年在2019年的時候 趙天雄其實是不能偷懶的 他這次是有3712票 可能大家不知道 多了近11票 是的 他在一個土瓜環一個老區裏面 多了11票是很厲害的 但是只不過是 但是他下來曾建超 坦白說曾建超 真的沒有 他有什麼可能做過事 曾建超在那個區域 他其實在整個泛民的圈裏面 都說他是人渣 他大概有4300幾票 他只是在佔領上面 做一些人渣的事 可能去攻擊一些警員 警員很不陷地 有人忍不住氣打了他 這個我覺得那些警員是不對 就不對算了 無謂對 但是問題是這個人之後 他積極參與選舉 他就說參與社工界的立法會選舉 是輸的 又參加選委 這些人其實就是他借他一件事 他就想著正棍式去騙選票 今次就是這個政治狂潮的裏面 他就站出來去說一些支持暴力 因為警察就是黑警 我是黑警的見證 這樣去騙選票 但一個是對社會全無貢獻的人 他做什麼社工啊 社工現在香港的社工的職責是什麼 組織暴徒的職業 他們走進社會裡 見到一些導友 見到一些妓女 跟他們聊天 然後組織他們做慰安婦和做暴徒 我又想說一下新界有個社工 也是商調議員 陸仲鴻 他是工聯會的 其實上一屆他有2700多票 當時對他的人只有1300多票 其實他也是很厲害的 他在今屆多了1000的選票 而他有3700多票 但是他的對家合起來 是有6000票 即是在天水圍裡 在他的區 有6000個人走出來支持他 你這麼厲害 你選了區的人 我都認識他的對家 黃伯宇是2016年參選立法會的 他入了閘之後大聲說 我是港獨 他的partner叫做陳澤濤 都是在九東參加九東選舉 他就參加新西 他那時候由慰晶那個選舉聯盟裡面 大約四區參選 有兩個低資名度的人 一個是黃霸宇 另一個是陳澤濤 另外那兩個就是梁頌恆 真的很出名 他跟 尤慰晶 尤慰晶也是 他跟郭文貴 就說郭文貴 在海外 在美國佬用金錢 特朗普的顧問班農 就會頒到很多護照和錢 給他那個梁頌恆 這些黃白羽 是否擺明是漢奸 是勾結梁頌恆 在2016年一起參選的 那個四區聯盟 登下廣東不選 這些港獨派 由1300票升6000票 為何他有6000票 所以我想問你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人支持他們 不是啊 直接是 即是說現在 在天水圍這個社區 有很多的新移民 但問題是這些新移民 在暴力的圈掩之下 連儂牆 學校的教育 又或者兒子要脅媽 那個媽媽可能是 我是大陸女人 我嫁過來 那兒子說 我剛剛在香港 兒子可能三歲過來 四歲過來 浸到十年了 十四歲了 可能兒子不能投票 但是說 媽媽你不投票給黃白羽 我和你翻臉 我有這些事情 我的兒子 都有時候是指揮我老婆 在加拿大投票 她說喜歡哪個加拿大 雖然我們兩個 在加拿大哪個打哪個 但我兒子在那裡住 她慢慢融入的時候 她說媽媽媽 你有票 一定要投一個 你明不明白 那六千票 是那些很邪惡的教育結構之下 吹出來 加聯盟出來 你如果不是一個新移民社區 其實你來香港的時候 有很多民建聯的支援 有很多人幫助他們 融入社會 申請公屋 為什麼會出現了一個這樣的背叛 由一千三 可以移到六千出來 黃白羽做過什麼呢 她也是港獨 在地區做過什麼呢 她之前又沒有選到 其實多數是掛旗 去訪一下 說起這些真的很生氣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不如說一下 我們已經回顧了這麼多 其實說這些生氣 很久都說不完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一起去說一下 究竟 接下來建制可以做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下一屆 就是下一屆 立法會選舉 希望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也多多支持我們 好 我們下一節見